今天就在銅鑼灣這個都很著名的地標建築 去拍攝我演唱會的KV Show 包括有影片的部份和拍照的部份 兩、三個月前開始計劃這件事 然後中間找了很多位置 也找了很多方法 各種原因、技術上的原因 都做不到的 我很認真 但很開心 這次可以得到我們這家人的支持 可以做到這件事 我很喜歡跟SK在一起 每次去讀一些創作的藝術 我很榮幸可以邀請到他 來幫我的演唱會創作的部份 他那件事只要不轟動 或者沒有挑戰性 他是不做的 不一定要做一些很嚇人的事 但我覺得是質素的工作 會令到整個行業會進步 我也很期待 一直都很期待 在一個疫情之下 你猜這位神手可以給我一條什麼 他第一天就開了一些圖片 出來看 然後我說 嘩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有畏高的 但我又不是有一種很嚴重的畏高症 我看到那一刻 嘩 我馬上出腳軟給你看 尾龍骨開始會有一種寒的感覺 而他亦是一個 就是我們無論做甚麼創作 包括拍電影也好 廣告也好 甚麼都好 都一定要安全先 所以就馬上找了一些 有國際資格銀行的團隊 去支持我們這次的白線 就是說回你的身體狀況 健康良好是沒有問題的 以及關於保險的問題 會有關我們醫治的負責 還有這一份是跟Cason 即是跟牆壁那邊簽的 是我們每個團隊的成員 只要上天台都需要簽 當然是搜尋給他 拿一些距離去 所以我相信一切都會順利 而且很靈敏 我們現在準備模擬一次 阿騙仔剛才上去的時候 他要做甚麼 然後我們試一次位置 首先是安全帶 合資格的安全帶 都是一些有認證的裝備 Manta有甚麼秘訣 有甚麼心得 最重要是膽量 這次的製作 背後創作的概念 就是去克服某些困難 之後其實很有趣 會有一些新的畫面 甚至乎一個全新的景象 會出現在你的面前 譬如說我第一天 我們訓練那個攀石的時候 如果我自己同時 是不會無緣無故白洩 上到這個15米這麼高的地方 現在他要輸上去 準備安裝好器材 去保護你,收你上去 好的 你幹甚麼?你出去?不要 不,我也要拍一拍 你慢慢下去 我可以看正面的 我不會下去的 你會看搖機 會… 第一次是腳遠 即是看下去 下面的時候是腳遠 不過,起定了之後 你再看四周的時候 你會發現風景是很優美的 你會覺得那一刻 是很值得的 好笑 包括昨天我們的訓練 在另外一個高一點的地方的時候 我站在懸崖邊 我就想一首歌詞 是迷生藝術的 那處風景最優美的 當你在咬牙關 在你沒看到那裡的風景很漂亮之前 我相信那裡的風景會很漂亮 其實就跟我今次練這個攀牌 就是這種活動一樣 那條安全帶 順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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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踩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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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要… 這隻腳 左手 左手 是 踢腳 好 好 我們現在出發 我們現在出發 我…我會…我會再重新 走退後 給你 好,我的天啊 所有同事必須要注意安排 我們現在離遠一騎的天台 就是4、3、9 我教練,Nake已經上了 由於天台和這支秘雷針 是沒有接觸點的 所以我們要回到47樓 然後爬60米上去 現在是4時,我們是4時9 然後天仔就踏出去,好嗎 好,完成了 好,那你休息一會 剛才我們全部人都試過了 爬上去60米會有點累 會有點喘氣 可以嗎 好 天仔,你現在要戴電腦 你想要怎樣 導演有話要戴嗎 沒有必須要用就不要用 好,不要加新東西下去了 好,真的 安全就要幫忙 不要改 不要改,不用幫忙 先剪掉了 天仔,還有多久可以上台 這台要打動 我想… 上台 這麼大也不知道要出手 手套… 我想問我背部的機器是否全開了 全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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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天仔在戴電腦 好 麻煩,他上了電腦 現在踏出去 準備飛機 天仔 天仔 有個位置有個龍 那條梯周圍有個龍 會阻礙你的 幾步的隻 那你可能要側身慢慢過了那個位置 我跟自己說就是 當你決定 第二高的手 琴第一下的時候 就沒有回頭了 不能回頭了 打出來 扣到欄杆 打環的地方 你就可以休息了 好 當你覺得隻手好像濕了 你便勾著它休息一休息 好 好,慢慢爬 有距離的感覺是好的 他做得到… 指著鏡頭,還有一隻手 這個 這個可以踢進去 好,拍吧 好 會得很快就到了 你看到 頂 就唯有向著目標衝上去 上到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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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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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覺得奢侈到不得了 但我們今天有一點點煙下 剛好正在日落中的 Magic Hour 已經日落了 很奢侈 我想說短短這一個小時 絕對是香港最強的Staycation 還有很奇妙就是 但是你很少會有鷹在你身邊飛過 我看到上面有幾隻麻鷹 對我虎視淡淡 扔海了 扔海了 這個雖然是一個演唱會的宣傳 但是 我想每個人都有 在生活的過程中 你總是會有些不開心 或者挫折 所以也是為什麼 今次SK 跟我們整個團隊一起去 去想了這個大資源 就是我覺得 創作是來自於生活的 我將我近兩三年的一些struggles 我都有跟SK說 我自己的心理狀態 我也要特別跟大家說 就是所有的環節 你都經過我們的訓練 還有有專人 你看我們Security Team 在外面有幾十人 所以是一個符合規則 還有有足夠保護的情況下去做 所以家裡的小朋友 大朋友都千萬不要模仿 還有就是 在做的過程當中 有很多很多 我覺得很想和大家分享的感受 我會慢慢把它寫在我的Instagram上 不過 唯一想在這裡去鼓勵大家 就是無論在生活中 在我們的生命中 你會喜歡到一些怎樣的群人 只要你肯讓自己站起來 你肯繼續向上拍攝的話 你一定會看到很漂亮的風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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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